这两个乾隆通宝都是保全局的 也就是中央局的 其中有一个是真的 有一个是现在的房品 大家能不能分辨出来 这两个乾隆通宝都是大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尺寸 左手边这个三点钟方向是27.3 12点钟方向是27.3 那么这个它的尺寸应该就能确定是27.3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厚度是1.65 这是一个保全局的乾隆通宝标准大样 然后来看一看这个 它的尺寸三点钟方向是27.6 12点钟方向是27.8 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超过27.6 也是一个保全局的标准的大样 这个厚度是1.3 这两个乾隆通宝如果是真品的话 在乾隆通宝里面是价值相对高一点的品种 普通的乾隆通宝二十三二十四尺寸的 一般价值并不是特别高 每品基本上也就是一二十块钱一个 但是像这种乾隆通宝大样 这种黄量状态的至少价格都在五百左右 这个保质有一点粘粘 但是其他的制口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大家窒息看一看这两个乾隆通宝的大样 能不能辨认出来 其中有一个是真品 有一个是假货 判断一枚乾隆通宝像这种大样 它的真假主要就是从它的字体书写的风格 然后从它的窗口编道 还有就是地章 再就是整个同志包疆 各方面来综合判断 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答案了 都可以把大家的观点发到评论区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乾隆通宝大样 因为价值相对高一点 所以说在收藏市场上面 是造假的重灾区 那么我们在收藏这种乾隆通宝 大样的时候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过一段时间给大家揭晓答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